有些宗教在裡面的議題是探討的時侯 文化的話 共享 這種人民開始 還有結婚 等下一探紙也會講到這個 結婚的禮聘方式 也是一樣很有傳統的東西 所以這個會牽涉到文化跟宗教 會有連貫的東西在這裡 所以叫共享 保管你的生活 就是更高境界的 所謂共享就是更高境界的 這樣我們就知道層次面就有了 在這個部分 如果你的命名方式 命名錯誤的話 這個不是說錯誤跟不錯 而是使用的話 將來你在做人主事方面 就是說 不讓更多人認同 將來你的孩子 這就是不會用到人主 這叫流敏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的 像比如說我在家裡 我是代表個人的行為 很多東西 一出門我是代表家裡的 一到離開部落 我是代表這個部落人 離開鄉 我代表這個鄉 所以這整個我們的責任 從那個名字 法字幕開始 叫建構這個概念 這個很重要 這個在解說的部分 因為 搞不好哪一天 你通到這個 剛出生在命女的時候 這就是深度 原住民的名字 是富有責任 富有責任 傳統對傳承 富有傳承 富有傳承 富有責任的責任 對 法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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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注射的意思 這個模式這邊 是富有傳承跟責任 我是希望說 我是用最真的東西 跟你們講 跟你們分享的文化 男幫跟女幫的家長 會共同 會一個人 是小孩的爸貓嗎 對 不是說 你跟家長成人 其實說 像你嫁到那個 那邊的時候 跟你一搭 那個男的一搭 都是不一樣的 你嫁到那邊 當然說沒有觀眾他們那邊 可是你爸爸媽媽 也要付一個名字給他 但是我一個人有兩個名字 爸爸這一邊 那個媽媽 那我認為 最好還是以這個 南方 假如說 那個南方一搭的話 當然是以你為主 以這個人家為主 那搞不好是 以前你們聯婚的時候 搞不好是 主先有共同的名字 就剛剛好就變成了 那 那 那有時候 這個孩子帶到我家 其實是我的小孩 我就 就用我的名字 用我們賦予他的名字 來講 但是在我們身上 命格就會出現不同的生命 這樣 對照這個 因為我有時候 我不是說在命格 就是在命格方面 就會出現到不同的東西 因為這個人搞不好 因為這個人 搞不好 可是這個人 你不能再講一次 所謂的命名方面 就是原住民的名字 是屬於傳承德院 它是代表自己本人 因為這個是非常重要 它是代表個人的人格 再來是家族的 名字 是家族 延續的一個主要的 名字 這個 這個東西 但是 因為一個人 一個人 出生的時候 會取兩個名字 一個是你爸爸 可以跟你的 信心 對 那假如說 你要使用名字 的時候 盡量用一個 哦 要不然說 他就是 在命格的死性部分 會改變 對 那就像你講的 他現在就是說 有了這個名字 那我在這個 比如說 你媽媽 叫你什麼名字 你爸爸 你家到 你爸爸媽媽的 叫什麼名字 可是你另外一個 你的先生 這一邊的 比如說 命名一個孩子 會養這樣 幫忙 對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好 你講的 當然就是 原住民他有分爸爸跟媽媽的 對不對 那 男女的 對對對 他有兩個名字 那現在就是要 當單一個就是自己的名字 然後成立他自己的人格 那就是說 這個名字對他來講很重要 因為這個名字 他出去的話 就是代表 代表 村莊 再來的話 就是代表 那個 鄉 沒有 出去的話 代表家族 再來就是代表 一系列的就對了 所以名字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號 這個名字 能到達528 喔 那個部分是高度 高度 其實28呢 大概是2,800 2,000喔 來算喔 不是2米8喔 不是2米8喔 不是2米8 這個千 2,800 不好意思喔 我只是 最上面那個是 中央 中央 山脈 這個系列 公尺 你這是鐵海霸公尺喔 對 這個不是海霸 2,800公尺喔 對 海霸 那這個時候 我們在到出廠的時候 就要用到的 比如說你 你環境介紹的時候 那個中央是哪裡 西道哪裡 什麼什麼 這個樣子喔 你要拿幾座山 人在哪裡 就講 因為這在 會用在生態的部分 這幾座山我都爬 爬得不想爬 都爬過了 對 大漢 大漢在那裡什麼 利益嗎 對 他就利益上去 爬得ա 爬得ա 爬得發